黃葉昌來為我們做分享 現在我們在分享之前 先做個貴賓介紹 我們熱烈歡迎我們的校名代表黃榮煥 怡婷現場的經驗分掌 再歡迎我們盛德村村長徐村廟 徐村長 盛德 怡婷現場為我們早 那在聽完三和社區的經驗分掌之後 接下來是三菱社區請準備 好 請開始 現場的貴賓以及在座的所有社區夥伴大家好 我是三和社區的一個小小資工 我叫做黃月昌 今天來跟大家做一個社區的工作分享而已 好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三和村在這個區塊 在隆南西邊跟山水在一起 我們面積有725平方公頃 那我們目前的人口數有2372人 我們的主要的部分的話 其實都拼在於中壯的部分 那年齡層大概在40到50歲之間 那老年人口的話 目前也大概10%上下 好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我們地方 我們以前我們那個地方叫做三角水 就是跟三和三水 我們是一家人 對不對 單水社區 單水社區的 我們是一家人對不對 好 我們那裡為什麼叫做三角水 這個是我們的社區地圖 那我們有很多河 主要的一條河川叫做小米溪 那我們又有其他的幾個河川 我們包括這番子或山西這些 我們總共有六條溪跟一條組合 匯合在一起 總共有三個匯合點 在上伯宮跟那個儀子府 還有夏伯宮這三個點的匯合 所以地方我們叫做三角水 那我們的地方其實早期都是做茶 那這個我們現在放這兩張 只是說我們的社區產業 一個進化的部分 以前是用採茶 現在是用機器檢 所以整個社區的變化是 從這個60年代到現在 其實變化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們在做社區的時候 我們要了解到 我們社區到底有些什麼東西 那值得我們去保存什麼東西 像我們社區現在有好幾棟的一些老房子 其實我相信很多社區都會有 所以我們是說 我們在做社區工作的人 怎麼樣去把這些文化的東西 不管是說房子保留 還是影像保留 還是資料保留 這都是我們必須要去做的事情 再來我們 我們也有一些農具的保存 也有人專門在收集這些 以前這個是我們日常生活的用品 現在已經要到博物館才看得到 所以是希望大家在做社區的時候 我們的眼光要靈敏一點 有些什麼東西值得我們去保存的 我們都要去想辦法把它保留下來 這個是我們三個社區 一個很美麗的一個坑窝地形 那這個是我們跟高原臨界的 一個泥小子皮糖 這是我們今年才做完的一個生態池 另外這個是我們在電子壺的部分 可以遙望60里 遙望60里到哪裡 就到台北社區 那我們有很美麗的童花 所以我們每年都有辦童花集 到時候歡迎大家來 我們三個社區來玩 這張是很漂亮 這是我們的在 在那個 童花隧道的時候拍的 就是童花集的時候拍的一張相片 那我們社區的居民目前來講 其實都已經很對社區的相片很夠 所以都會參與很多的社區活動 包括一些接待的部分 還有一些社區會議的部分都會參與 好做一個社區最重要的是 就是 最後一個社區最重要的是社區資源的運用 包括政府部門 包括公部門 包括學校 還有一些社區團體 這是我們在跟三二國小一個結合的部分 還有派出所 那這個是企業的部分 就是我們那邊的一個華映公司 雖然他有一些污染的問題 可是我們基本上 我們自己 以一個和平相處的方式 我們再督促他去做一些污染的改善 讓他們提供一些資源給我們社區 這是 現在的只能走這種和平共同的方式 沒有辦法說是以前是抗爭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是 互害 那我們就走一個兩億的方式 那這個是我們跟杜邦公司的結合 一個聖誕派對的活動 那這是衛生所來我們社區去做講席 那我們社區還有一個隔望園區的部分 他們也會協助我們辦理一些活動 還有高屏消防隊的講席的部分 所以我們的社區其實在很重視一個社區的 資源的結合部分 所有的資源結合對社區都是有利的 希望大家一些社交工作者 我們都可以往這個方向去找 那我們另外有提供一個場地做場地 長期菜園 那長期菜園主要用處是希望 志工跟長者可以一起來去做種菜的活動 那也提供一些小朋友來做一些戶外教學的活動 好這個 這是我們校長跟我們村長在那邊演一齣戲 採紅蘿蔔 這個小朋友來採菜 那這些我們志工把新菜採回來 我們都會把它供應到社區的關懷據點使用 那我今天主要講的是主要的部分是 在文化創新這個區塊 我們從2008年開始申請個客家童話區 我們已經連續辦了三年 那我們今年已經在申請第四年的活動 那我們從2018年開始 我們其實在第一年辦的活動 我們一直認為我們可以辦得很成功 結果準備了大型停車場 結果只來了大概一千個人上下的遊客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第一年真的是社區自己玩 從動員開始等於社區自己去動員 所以我們在第二年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部分的 把這個部分我們再去接合一些團體 包括那個台灣縣的美申合唱團 以及那個客家文化研究協會 所以我們成員是成長的 我們是以千兆人數來講 我們大概有 我們大概有1500人 另外第三年我們就結合更多的團體 包括客家文化協會以及高原國小 另外我們還有找一個比較時尚一點 我們有找一個阿堅的助唱歌手 與他的一些年輕樂團的團隊 我們去年來講 應該算今年 我們今年來講 我們人口成 我們的參與人數是倍增的 第一次讓我們覺得說已經會塞車的感覺了 所以我覺得辦一個活動 其實很重要就是一個延續性的問題 你怎麼樣從第一年去 到第二年第三年一直去改進 那第四年我們其實很傷腦筋 每年都在想說我們明年到底要做什麼 所以我們明年的活動 我們因為現在補助還沒有確定 可是我們已經決定跟那個 曾在美基金會 就是他是做西漢娜的部分 我們跟他去做合作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明年的童花季 我們定調就在公益這個區塊 好這就是我們的童花季的一些活動的相片 這些表演的 然後我們結合很多團隊 那另外我們的包括一些客家美食也在這邊去做推廣 我們給人家去做DIY 然後還有一些 這也是華銀公司支援我們做童花彩繪 我們自己的山後子彩繪 你可以從這邊看到我們的人潮其實都是還蠻多的 包括童花也都是很美麗 包括這個是龍安分局也在我們這邊做一個幹部獎集 童花季的時候 那可望會館今年也跟我們合作 他遊客兩天一夜活動 就有半天的時間帶去我們那邊做童花的欣賞 好那這是台北極性社區 台北極性社區它是一個U等社區 他也會來我們這邊做童花季參訪 可是我們的童花季其實已經有那麼一點點的成效 好那另外我剛剛講到說 我們希望做一些傳承的部分 所以我們去年做一個 發現山人社區故事之美的故事集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 我們希望把一些好的東西留存下來 把一些社區的故事 把一些相片留下來 因為這種東西你現在不做 在十年以後你能夠獲得的資料會更少 所以希望就是我們能夠盡早去做這個部分 好那我們怎麼去做這個 我們就透過社區的訪談 包括學校啊 包括一些長者的部分去做訪談 包括一些老店啊 直接去做訪談之後 這個是我們的竹編達人的訪談 訪談完之後 我們剛剛會做開會做一個紀錄之後 我們再把這個故事集出版 那我們去年把這個出來之後 其實造成一個很大的迴響 那做這個故事集有個好處 除了說人家來我們社區之後 我們也有一本可以很好推銷的東西給大家 那另外我們社區也有一個自己的東西可以留存下來 好那我們去年還亂一個客窗山架層 剛剛我們講山架層 所以我們就結合了三個社區跟三水社區 一起去出版這一個刊物 那我們這個刊物主要部分就是做社區的一些活動的介紹 還有一些社區故事的繼續的撰寫的部分 我們這兩個社區去結合出版的 好這是我們的 報告您剩一分鐘 好快結束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客家文化學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以三猴子來用 因為我們三兒叫做三猴 三兒三猴 所以我們就以三猴來做我們的一個吉祥物 所以我們第一年的時候 好第一年的時候我們就推出客家娃娃 三兒仔三兒妹 這個是布娃娃 這是在商科的過程 這是做出的布娃娃 好那我們也去電視台去做一些宣傳的活動 這是我們的原始設計圖 這個是三猴仔 剛剛有個三兒妹是三兒仔 這是我們的布娃娃 那我們今年又推出公仔 這是子年組做的 那我們重點是說 我們把這跟傳統美食去結合 這個叫做三盒版 這是用三猴子做的三盒版 其實就是傳統的縫辦的東西 我們把它造型不一樣 好那我們另外也重視人才的培育 因為我們其實我們想要走一個 生態導覽的區塊 所以我們做一些 生態與人才的培育的部分 就是社區林業 我們去做一些植物的介紹 剩十秒 那我們有老人家這些去做 還有小朋友這些做分享 那這是今年的課程 好我們希望我們三人是 開展一個新三人 就是天地人和 傳統與科技和 還有一個山與水和 這是我們的未來的目標 時間到了 謝謝大家 好謝謝三人社區的經驗分享 來我們來補充 我們的貴賓鄉民代表 我們來補充沈思民 歡迎您 我們來補充 好接下來我們是 山林社區的 分享簡報 我們下一個社區是 山林社區之後是中正社區 也請準備 努力加油 好謝謝我們 我們的夥伴 謝謝大家